哈囉大家,歡迎來到加點奇拿棒的美劇是寶寶但願,我是寶寧 我得說一下,今年的美劇都沒有看到讓我特別喜歡的 就只有上一次推薦過的Kellin F還有今天要介紹的《利器》 比較有吸引到我的目光,剛好都是比較黑暗的題材 《利器》是HBO在7月份播出的迷你劇,在播出之前就獲得非常高度的注目 除了是因為他是去年在愛美獎大有獎獲的美麗星際Belittle Lies的導演 John McValle他也知道之外,他還是改編自控制的作者Gallion Flynn他的一個小說 又是由女主要Amy Adams來親自監製的,所以他整個幕前幕後的陣容都非常的硬 很讓人期待,也因此他一直被拿來跟《美麗星際》來比較 那實際上這兩部影集都看過之後,真的要比的話,完全不像 同樣都是在刻畫女性內心面的題材 《美麗星際》描繪的是郊區貴婦之間勾心鬥角金額引起的女力復蘇,諷刺而犀利 但歷清他故事探討的故事內容更有爭議,也更黑暗了一點 全劇圍繞在女主角Kamiel她的母親帶來的陰影 以及殺完主義籠罩下的小鎮帶給女性的影響,全劇黑暗到讓人喘不過氣 故事描述深受童年心魔所困的記者Kamiel 她受到主管之令,百般不情願地來到了她的家鄉Vegat 報導近期發生的少女謀殺案件 兩名少女Anne,Naskley的死中異常 鴨翅被拔光,腿毛被踢掉,還被人擦上了指甲油 警方始終摸不清兇手的意圖到底為何,Kamiel她試著調查案件 寫出能夠讓主管滿意的報導 然而梳離多年的母親卻百般阻擾,同時她同母義父的妹妹阿瑪 也喚醒她埋藏多年的黑暗形勢,讓她不得不面對自己的童年陰影 故事標題其實就已經有點出Kamiel她是有自殘傾向的 她會用各種力氣傷害自己,作為一種情緒的釋放 觀眾也可以很快發現造就她這樣自殘傾向的原因呢 就是她的母親Adora 見到多年不見的女兒表情,不見任何心情,甚至有些錯愕 對待Kamiel的態度和對待小女孩Emma百般溺愛的方式是天差地遠 透過Kamiel她時不時閃現的回憶,還有她和她母親的對話 可以知道這個家曾經持續錄另外的女兒Marian 不過這人不足以解釋Kamiel她偏差的行為,還有Adora的冷漠 隨著故事緩緩進展,越來越多來自過去的幽魂再度找上女主角 我們才漸漸發現這個小鎮病態到讓人惡寒的過往 就像在控制裡面描繪這種婚姻中的佔友還有控制 這個非常善於描繪有病的女人的作者Gillian Phelan 她在戾氣裡面她試圖去說出一個母親為不安引起的佔友物 還有整個沙文主義的大環境下,會對女孩子帶來怎樣的影響 那另外就是作為一個擁有美貌的少女,她的成長過程中會面臨怎樣的心魔 晃曉飾演Kamiel年輕時期的小演員Sophia Lise,她在It裡面也是扮演類似的角色 Adora是一個控制力非常強的母親,她對女兒已經不只是溺愛了 而是把她們當作娃娃一樣在控制 Emma她過了雙面的生活,在家裡是母親希望的模樣 身穿洋裝永遠長不大的純真女孩,在外面她則和一般的叛逆其少女無異 穿著可以炫耀年輕肉體的短褲,娃娃直拍輪和朋友到處失婚 而Kamiel卻無法像Emma或死去的妹妹Marian一樣在母親歷前演戲 百般無蜜,故意剪短頭髮像個小男孩,永遠不受到控制 造成母親對她總統說不出的恨意,不受寵愛導致她開啟自殘這條不歸路 不過非但無法引起母親的注意,傷痕累累的她反而被母親視為是瑕疵品,是家中的恥辱 Kamiel是一個漂亮的女生,又出生在鎮上有錢有勢的大戶人家 年輕的時候是鎮上的瘋人人物,女孩想成為她,男孩想佔有她,母親想控制她 但同時她又有著奔放又叛逆的靈魂,使她陷入痛苦的掙扎,最終自我毀滅 可Miel這個角色在劇中算是個受害者,影集花了非常大的篇幅描繪她的各種創傷 但真正有趣的角色,其實她是她頭母義父的妹妹Emma 冰雪聰明的Emma非常懂得運用自己的魅力去迷倒眾人 同時也懂得在母親面前裝出乖乖的完美小女孩的形象 但是呢,Erdora的病態管教方式還是為她帶來的傷害,雖然影集最後堅肉 Erdora長期以來對女兒做的事情非常可怕 人不及Emma她心理變態的萬分之一 以下進入爆雷 Erdora她患有一種叫做代理型孟喬森症候群的心理疾病 為了讓女兒依賴她,需要她,也喜歡照顧女兒的感覺 一直以來,可Miel都以為妹妹Marian她死於疾病是因為天生體虐所導致的 結果竟然是因為Erdora她常年在Marian服用的藥中下毒 甚至至今也一直在對Emma做一樣的事情 Camiel才發現原來小時候因為總是拒絕吃藥才讓她活了下來 Erdora她最後被指控謀殺親生女兒以及另外兩位少女兒進了大牢 Emma她隨著Camiel一起搬到了St.Louis 兩姐妹開始全新的生活,但感覺就是哪裡不太對勁 首先拔光少女的牙齒並將屍體公開展示實在不太像Erdora這樣的貴婦會有的作風 再來就是Emma她在劇中很多帶有暗示的言行 到最後還是沒有被解釋到 直到最後Camiel在Emma的娃娃屋裡面發現一排排人類牙齒拼裝的地板 才發現原來Erdora並不是殺害其他兩位少女的凶手 Emma才是 Emma她即便脫離了母親的控制呢 還是在繼續犯案殺害了她在St.Louis認識的一個新朋友 之前她在瘋狐症的時候原來還有幫凶一切的終於合理 之前Emma有提到說她的朋友願意為她做任何事 原來包括殺人 前面故事還有提到Erdora是Em和Natalie的家教和她們走得很近 在最後晚餐的時候Emma說自己也是希臘神話裡面嫁給冥王黑蒂斯的名后Persephone 固執處罰地獄的靈魂 暗示阿莎和Em和Natalie是想要處罰她們奪取母親Erdora的注意力 Emma她總是畫中帶畫 眼神中帶有算計原來並不是觀眾的錯覺 Emma她在家中是母親的玩偶 但她也有屬於自己的娃娃屋 Emma不像Camiel一樣會自殘 但是她會去傷害別人 Camiel發現Emma的秘密之後Emma走進屋內看到姐姐發現了一切 於是她親身說了一句她在劇中講了非常多色的台詞 Don't tell mama Mama是兩姐妹一輩子甩不到的陰影 Emma將母親的依賴投射在姐姐身上 解釋了她殺害新朋友May的動靜 因為May在晚餐的時候無意說出想要討好Camiel的話 Camiel她原來以為害妹妹開始新生活之後終於可以擺脫媽媽 諷刺的是Emma這個名字的拼音剛好是Mama的重組 在發現妹妹其實是殺人身後之後她要命名新的問題 剩下的就留給觀眾自己去想像 好目前這部影集聽說是不太可能會拍下一季 我是覺得目前這樣的結局已經很好了沒有必要有第二季 順便提醒一下大家這部影集在最後一集結束之後 進入字幕之後有一個非常驚悚的片尾千萬不要馬上關掉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歡迎看過這部影集的人留言分享你對這部影集有怎樣的看法 或者是你可以分享一些我沒有提到的劇情線索或暗示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請幫我按個喜歡 想要看到更多類似這樣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訂閱加點擊阿爸 我們就下次見 掰